很多人他们想要开始去寻找生命的答案 就会借由宗教去寻求真理 不过宗教当中有很多的谬论 使得会众们产生了错误的思想 反而神还没找到 真理还没认识 结果受到了宗教的挟制与捆绑 它里面有哪些错误的论点 导致人会迷失了方向 今天我们来聊聊宗教独鸡汤第二道 顺服就是蒙福 这边叫你顺服教会的权柄跟牧者的教导 牧师他怎么说你就要怎么做 完全的认同顺服就是蒙福 是否为此 小龙平安顺服就是蒙福 因此要顺服教会的权柄 真的有一个困惑 教会当然牧者教导的也是很好了 可是我就觉得说 像我们教会每年有一次的极限读经运动 就三个月读完一本圣经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有点纠结 因为这个读经运动变成一种形式化 只为读经来读经 为了完成任务 完成这个目的去读 就是读经的那种热情 有时候不想参与 真的有时候工作很忙 然后又要家务事啊小孩啊 我是喜欢就是慢慢的读经 去慢慢的自己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可是如果你参加教会这样的读经运动 就是每天必须读满九张 然后就觉得这个压力很大 之后就变成一种肘麻光花 甚至用听读的 我想说好像这样的效果并不大 有时候不想参加 可是领袖们就说 这是教会的这个活动啊 你要参与啊 就是说你要顺服啊 教会下达什么指令 反正大家就是顺服就对了 顺服就蒙福 这样的情况下 我是顺服还是不顺服 很困惑 对 其实恩典之路 你刚刚把问题讲完之后 你自己已经给自己的答案了 你觉得你这样读下去 它是一个形式化 既然流于形式了 它绝对不会是神 他所要做的 圣经讲的法利赛人 祭司长 文士 他们所做的事情 耶稣都说 这就是流于形式 而你读完之后 你对自己生命有没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帮助没有很大 那我当然可以去做其他帮助我跟神更靠近的 有人读圣经可以读个一百遍 把圣经讲得非常的熟 你跟他讲什么 他会直接告诉你 出于哪个经节 他可以直接讲得非常准 但是你看他的生命 他所行出来的 却跟圣经讲的是不一样的 那请问哪一个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要追求的呢 所谓顺服就是蒙福这句话 为什么我说他是毒鸡汤呢 他里面有另外一个潜在的意思 就是告诉你说 如果你不服从 你就不蒙福 甚至会有惩罚 人都会把这个潜在的想法 那如果我不顺服 我就不蒙福 甚至会得到一些惩罚 所以呢 我就必须顺服 在教会的权柄跟牧者的教导当中 圣经当中讲到的顺服是什么 顺服基督与神的律法 请问一下神的律法里面 哪一条告诉你说 你一年要读一遍圣经 一天要读三章十章 才叫做顺服 没有 顺服基督里面 最重要的两条介密 仍然是在爱当中 所以我们愿意顺服 我们也很渴望能够 按照神的心意来做 不过按照神的心意 并不是完全按照教会的教导 我要知道 我在顺服的是基督的律律典章 跟基督的建立爱神与爱人 如果今天你真正顺服在神的爱当中 降服在神的爱里面 而你开始用自己仅有的能做的 去学习爱人 学习爱神 神会使你更加的蒙福 更加的蒙福不是一个交换条件 因为你开始懂得爱我了 所以我给你更多的恩典 我给你更多的祝福 不是 是你的心会跟神有更加的坚固在里面 所以你自然而然过上蒙福人生 而不是做交换 你本身就是蒙福的 当你能够认识基督 走进他的怀抱里面 你就已经是全世界最蒙福的人了 没有办法让你再更蒙福了 神给以色列百姓 在走旷野的时候 马拿是当天的 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在此刻给你属于你的恩典 给你属于你的祝福 如果你在此刻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 你是拿不到的 所以要保守的是 我在每一个机会 每一个际遇当中 我就好好的专注在 神与我同在这件事情上面 这是最大的顺服 当你此刻 你感受到神就在你身边 神的爱包围你 基督的每句话 难道你不会把它当作珍宝吗 这是真正的顺服 只是说有时候 因为小组每个都参加 就我一个不参加的话 好像我就是另类 就心里有种压力 就你一个人不想去参加的时候 哇 所有的眼光看着你 你知道那种无形的压力吗 你想想看这种压力 有谁有经历过 保罗为什么经历过那个无形的压力 因为他以前是一个反叛基督徒的人 他策动了很多杀害基督徒的计划 结果当他被神拣选了之后 他要回到耶路撒冷跟这些使徒们 碰面对上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的群体 你说他有没有压力 他压力不止在这边 还要去面对罗马政府 罗马官兵给他施的压力 他有没有承受 有 耶稣有没有承受压力 他在会堂讲道的时候 有一次讲道激起名分来 要把他推到悬崖里 耶稣直接穿越人群就走了 彼得有没有面对压力 他曾经背弃了神 背弃了基督 但是他仍然要回到与信徒们在一起 会不会有人在旁边指指点点 这个人 他曾经说他是基督徒 说他是跟随耶稣永远不离开 结果呢 他三次不认主 不要去害怕这些压力 而你要知道这个压力当中 神要你做什么 虽然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就有很多的群体 很多的人在旁边 如果今天 你为了要符合每个人的心意 每个人的眼光 当你全部都符合完之后 你剩余的心力 有多少时间是自己面对神的 压力一定会有 特别是 刚刚我们在讲的这些人 最后都被神所使用的仆人 或是耶稣基督本身 他们面对压力 并不是因为害怕了压力 害怕了政权 所以顺从他们所说的 而是他知道 神要他做什么 他专注在神要做的事情上面 后来神如何在他身上 彰显神的荣耀 你今天进到教会里面 最重要的是 渴望神在你身上做的功 还是渴望别人要你做的事 不是不顺服 而是你要知道你要顺服的是谁 并不是宗教给你的规定 而是每一天让自己能够选择 顺从在基督与神的律法当中 我仍然委身在教会 不过我不会照他们的独经进度 因为我要的是神给我的进度 我不要人帮我安排进度 那你说教会要不要设立独经进度 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仍然要 因为有些人他需要有教会的帮助 他如果觉得这个对他是好的 让他能够更靠近神 那没问题 但如果你今天神开了你的心 让你知道此刻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你当然选择神要你做的 那你要突破到神这边之前 你一定会承受人给你的侧目眼光 这不就是圣经里面的神的仆人 所面对的事情吗 先知也面对 先知所说的每句话 被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给唾弃 但是后来只有他说的话 记载在圣经里面 所以教会有设立独经进度 是必要的 帮助很多人 他知道这个时候我要怎么样跟着教会 不过当你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你希望能够有另外一种方式 让你跟神更靠近 那你自己要清楚知道 我要做改变 当你要改变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别人不了解的声音 在你身上 耶稣从来不会为别人不了解他的声音 而停止做他该做的事情